女人刚游玩涌上岸 犹如触水浮荣性感妖娆 刚好被男孩看在眼 她太有眼福了 女人并未察觉旁边有人 自己走进临时大剑的简易 淋浴间冲噪 男孩看着眼前不断宽移的游 他紧张地直言口水转过头去 可这绝美的一幕 怕是任何男人看了都要456 男人的本性促使他继续欣赏起来 这男人叫小帅 是一个品学兼优的理科生 暑假随父母来到湖边度假时 都不忘带上一大箱子的书籍 而隔壁新班来了一位邻居后 小帅一颗宅男的心 就开始隐隐激动起来 少父名叫小美 金发满腰大长腿 大大的冒烟掩盖不住冒昧的容颜 修长的身姿尽嫌恶诺 此刻的女主真的是 几万千美丽于一身 两人四目相对的那一刻 小帅更是紧张地连连后 她那炙热的眼光 很快引起了小美注意 但她却始终没勇气和她打招呼 可惜小美再美 也是富豪的妻子 只能在远处欣赏 这天小帅和朋友来到沙滩的酒吧 她想尽快结束小帅的母台单身生涯 他们将一个床点抬进自家仓库 以便小帅在这举办运动会 他们喝着酒 看着海边一群比基尼梅 从此以后 这里就是她和朋友们的秘密基地 隔天小帅被父母叫到 新来的邻居家串门 父母在男人面前 介绍自己的儿子如何优秀 这还让小帅有些名字 这时的小帅才知道 原来眼前这个男人 就是小美的老公 得知小帅对帆船略有研究室 父神邀请他帮忙改造自己的帆船 费用根本不是问题 小帅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刚来到船上检查 小帅突然看到了 足以令人流鼻血的画面 刚游完勇的小美从水上来 小帅几乎是看着了眼 小美走进几乎是透视的冲澡房 她害羞了 但是小美真的太美 她还是忍不住偷瞄 正看的出身是 父豪走过来打断了思绪 只是简单地交代下工作计划 晚上小帅辗转反侧难以睡 忍不住来到窗边继续偷看 对面的小美今晚看起来心情不好 这让小帅十分担心 第二天正在房间里 绣翻船零件的小帅 听到隔壁的关门声 原来是小美准备外出 失落的小帅继续绣着零件 突然一声尖叫传来 小帅立刻飞奔出去 想来个英雄救命 原来只是车里有一只蜘蛛而已 小帅直接将蜘蛛扔到地上 并以摇踩死 这让小美对她产生了好感 同时她发现车子打火有点问题 急于表现的她赶紧上车检查 谁知小美也跟着坐了上来 她贴在小帅身上滑落相间 加上女神身上时不时传来的底香 这血脉喷张的一幕让小帅直接上 解决掉故障后 小帅也只能一一不舍地走开 第二天 小帅将这好消息告诉了她的朋友 可是朋友们却说 之前有人在酒吧多看了小美一眼 富豪跟人潮得不可开交 差点大打出手 小帅根本没把朋友的话放在心上 晚上回家时 发现小美坐在自己家门口等候 将自己锁在了外边 而老公也在外出差 无奈之下只好在这里等小帅回家 希望他能帮自己 小帅一看机会来 立刻答应了下来 殊不知这一举动将令她厚恶终生 女子跪坐在男人面前 竟鼓励男人脱下衣服 小心翼翼给男孩擦拭伤口 却不知自己的这番操作 早已让男孩的内心掀起过来 看着女人炙热的眼神 男孩羞涩地转身离开 谁知女人却主动跟了过来 再看向眼前如此性感游舞 男孩再也无法抗拒 你永远不知道这句话 在一个即将成年的男生身上 有多大的杀伤力 小帅随即就和小美 在他家打了一晚上不可 两人一夜未眠 而两人只是相识没有几片 就在昨天小美忘了 要是请求男孩帮忙 他脱下衣服包住 石头炒玻璃杂去 过程中不小心挂上了自己 而这也有了开头的那一 第二天一早 小美对小帅说 一定要严格保守我们的秘密 随后 小帅一由未尽地回到了家里 之后的几天 小美总是依着清凉出现在小帅的视野里 小帅想让自己收手 不再跟小美联系 谁知这天小帅在修理帆船的时候 小美突然以检查 帆船进走了过了 他直接将小帅叫紧船舱创造机会 小帅又一次无奈地和小美打 从那以后 两人约会的地点越来越大的 甚至是陪老金逛便利店的间隙 两人也不忘畅谈一番 如果富豪再走千两米处 他俩就完蛋 随着和小美接触的越来越多 小帅也发现 其实小美和她老公之间关系并不好 甚至男人还经常误打小美 在小帅和小美又一次打完不可后 小美拿出了一份礼物送给小帅 是一部手机 小美说以后就用这部手机和自己联系 而小帅也发现了小美的一个秘密 那便是她腿上的纹身 看样子这个纹身还有另一半 小美对此含糊其词敷衍了小帅 这天晚上 睡梦中的小帅突然接到了小美电话 听着女神凄惨鼓起 她十分担心跑过去安慰她 原来是小美被老公打了 老公喝醉了酒 总喜欢对着她发酒疯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小帅只能先带她回家 过来几天 小帅家开始装修房屋 她看到小美正在晒太阳 看来小美身上的伤已经好了 小帅和父亲刚刚买东西回来 便收到了小美的短信 上面说是万活急 小帅刚回到房间准备给她打电话 小美突然从角落里钻出来 原来小美是从施工通道上来的二楼 小美让小帅一定要去自己家傍晚 小帅找了个借口来到小美家 赫然看见躺在地上的老公 小美说是她老公诱发酒疯打她 她无意中失手杀死了老公 小美还祈求小帅不要报警 如果报警 警察肯定认为人是自己杀的 到时候她就完蛋了 小帅深思了一会先让小美冷静 现在自己先去上班 等她下班之后再过来 到时候将尸体扔到帆船上 至少意外烧了船就行了 晚上小帅有一次来到小美家 她先清理了板上的血迹 然后将尸体扔进后背上 驾驶男人的车来到马 在网船上运尸体的时候 保安队长发现了她的车 为了不被发现 小帅赶紧发动帆船 因为小帅和小美老公 形上比较相似 所以保安队长也没有起疑心 等到四下无人 小帅将尸体朝着船杆上猛撞 造成小美老公是发生意外死亡 随后用男人的烟 引燃了船舱的气 但是第二天 警察却找到了小帅 男孩迷恋性感要扰女邻居 频繁的玩火让她卷入一场命案中 为了帮女友逃脱罪名 她精心清理了犯罪现场 然后偷偷运走邻居的事 自称保险调查员的女人小兰来到镇上 小兰就好像知道什么一样 一开始就将矛头对准了小美和小帅 她先让小帅去警局录口供 但是小帅的律师妈妈却发现 小兰分明是在审问小帅 愤怒的妈妈直接带着小帅离开了警局 而小美则是有着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并且尸检结果表示 小美的老公是死亡以后再被焚烧的 这是保安队长将自己当晚看到的情况和盘托出 警长判定 当晚冒充小美丈夫的就是凶手 习致入围的小兰在小美家的碎玻璃上发现了一处血迹 而拿出血迹正是当时小帅划上留下 警长也偷偷拿走小帅用过的杯子来匹配指纹 这一切似乎都指向了小帅 眼下只有秘密基地的手机能够为她脱罪 因为里面有她和小美的通话记录以及许多私人照片 小帅来到秘密基地却找不到手机 这时小美走了进来 说手机已经被她拿走了 听见警车的声音后 小美迅速撕扯着自己的衣服 然后抱着小帅摔倒在床上 她偷偷放走了小帅 小帅来到小美家中 趁着小美洗澡找到了自己的手机 还翻出了许多护照 原来小美是一个蛇蝎美人 这时小兰走了进来 小帅将刚翻出的手机交给了小兰 里面有证明小美是杀人凶手 自己是无辜的证据 小兰接过手机 准备带着小美去警局 走前她还特意打电话给警长 说小帅是无罪的 并且按照警长电话中的吩咐 将小帅考在床边 随后带小美前往警局 谁知他们刚出门 小帅就看到了令她绝望画面 小美腿上的纹身 居然和小兰腿上的一模一样 很显然她们两个竟然是一位 她刚想打电话给警长报信 却发现电话线早被拔掉了 而刚刚的打电话 只是小兰在表演罢了 至于唯一证据的手机 里面的内容早已被删得干干净净 她们眼睛里透露着嘲笑和蔑视 两个女人带着千万保险剑 开始了新的生活 最终小帅在蹲了几个月监狱后 被放了出来 因为警察也发现小美和小兰是骗子 好了故事到这里就结束 天上不会无故掉落馅饼 更何况是飞来的桃花运 奉劝各位男士在找寻另一半时 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 而身为男士的你 如果再给小帅一次机会 你认为他能把持住自己